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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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也写完了第二本 就是君尊的敬拜 如果你还没有上过的话 我真的渴慕 当我们下次渴望 当我们下次开课的时候 你可以来上这个 天国文化的装备课程 但是现在呢 我在写第三本 叫做蒙福人生 然后呢 是有关于神国的财务观的 也就是这一次我们所 不单是这一次我们所分享的 以前我们也有分享过 蒙福人生的这些的信息 我希望可以把它整理成 一本课本 然后呢能够开始 来门徒训练 所有的弟兄姐妹 能够进入到神 为我们所预备的这个 新圣这个财务上面 合神心意的操练 所以也请大家能够为我祷告 我希望能够在年底之前 把这一本写出来 所以在天国文化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 然后发行 然后明年的时候 我们会专注在 门徒训练在这个方面 帮助神的教会 在这个真理的当中 能够更多的来经历到 神是那位乐意祝福我们的神 Amen 跟你旁边的说 神是乐意祝福你的神 Amen 感谢主 然后我就发现说 奇怪我去 我去这个财艺品格营 也没有做太多的事情 为什么声音都没有了 我又不是主持人 奇怪 感谢主 好 所以等一下可能就没办法唱歌 但是还是可以讲到 感谢主 好 我们先来读一段经文 然后我们来祷告 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第十六章十三节 今天要分享的是我非常非常的 有负担 也非常非常兴奋的 这个部分 这个信息 我们一起来读一杯 来 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 不是饿这个爱那个 就是众这个亲那个 你们不能又侍奉神 又侍奉妈们 我们一起第一个爱祷告 这样的绝书 我们感谢你的同在 就在我们当中 主我们感谢当我们 聚集在你面前 同心合一的时候 主你就赐下你的同在 你也赐下你的烈火 在我们当中 今天晚上也求你 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来说话 主孩子知道 如果我们没有预备好 如果我们的心不是那个好土 主当你撒下那个种子的时候 可能会被挤住 可能会哭干 可是我今天晚上要来宣告 每一个人的心都是好土 都要来领受你的话语 你那不能守坏的种子 你知道我们开始活出来 开始操练的时候 我们要经历到我们的生命 要结果是30倍 60倍 100倍 特别是你在财务上面的教导 帮助我们 因为主 你要我们门训裂果 而我知道一件事情 若是没有经历到财务上面的兴盛 我们是不可能门徒训练列果的 主让我们成为列果的祝福 从我们的生命 被你祝福开始 这样祷告 奉靠主耶稣的名求 Amen 刚刚我们所读到的经文 这个地方 耶稣提到 一个人不能够侍奉两个主 耶稣说一个人不是侍奉马门 就是侍奉神 而我上次有提到 我认为这里 马门讲的是一个影响 世界经济体制的一个邪灵 马门讲的是 一个在财务的上面 会影响我们的价值观 会影响我们想法的那个邪灵 所以这边说到 一个人不能够侍奉两个主 耶稣说 他若不是恨这个爱那个 就是忠于这个轻视那个 这边讲到忠于这个 效忠于这个 英文是 to hold 就是抓住 他说他不是恨这个爱那个 就是抓住这个轻视那个 而耶稣说讲到的这两个比喻 讲到爱跟恨 讲到的是那些忠于神的人 那些忠于神的人 他们爱神到一个地步 比较起来 好像其他东西的感觉就好像是 对其他东西的感觉就好像是恨 当然你不要误会 他所讲的不是真正的恨 可是比较起那个爱神的心 他真的是看其他的东西 他是不在乎的 好像是恨一样 可是耶稣讲到另外一个比喻 是忠于跟轻视 那些抓住跟那些轻视 讲到的是那些忠于金钱的人 这个比喻讲到的是那些忠于金钱的人 当你忠于金钱的时候 你效忠于马门的时候 你会想紧紧抓住钱在你的手中 而你也会轻视 你会看清那些跟你提到钱事的人 当有人跟你讲到钱的时候 当有人跟你提到钱的时候 你会轻视那些跟你提钱的人 包括在教会的里面 当你听到有关于财务上面的教导 你都会感觉到被冒犯或是不舒服 或是有人在教会的里面 当刚刚志达在分享奉献的时候 你听见的时候 你会感觉到被冒犯或是不舒服 是因为你是忠于马门 你是忠于金钱的 就像几个礼拜之前 我有跟你们提到 我们当中有多少人 当你还没有信主的时候 你在电视上面看到任何讲员在讲道 任何牧师在讲道 你会马上转台 不然就是开始嘲笑那个讲员 嘲笑说他到底在说什么鬼 可是你知道吗 当你重生得救之后 现在你在电视上 可能是在Good TV上面 你看到讲员在讲道的时候 你现在的想法 你现在的看法就会改变了 你现在可能愿意听 停下来听他在说什么 为什么呢 因为我上次讲到 因为最重要的是在你的心里面 已经做了决定 就是你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了 当你还没有跟耶稣之前的时候 你觉得那些东西都好stupid 好无聊 可是当你要决定要跟耶稣的时候 你听到那些人在分享的时候 你的里面就会注意 你的里面就会怎么样 就会去尊敬 那圣经上告诉我们说 对于爱神的人也是一样 你是绝对不会忠于金钱的 你不会想要把这些钱紧紧地抓住 或是藐视神在财务上面的教导 所以我要给你一个非常好 衡量我们内心 我们心态的一个指标 就是看当光安哥在教导 有关于财务的时候 有关于金钱的时候 你里面的感觉是怎么样 OK 你就会知道谁是你的主了 当你听到有人在收奉献的时候 你去看看你的心里面 感觉的是怎么样 你就知道到底你是爱神 神是你的主 还是马门是你的主了 你知道大部分在教会的里面 其实比较少讲到有关金钱跟财务 可是对光安哥来说 我却很有负担 因为我的梦想是 渴望看见神的百姓 经历超自然财务的心神 跟你旁边的说 光安哥渴望看见你经历财务的心神 好不好 好吗 好吗 还是你们喜欢欠债 OK 当然是我们渴望 经历到财务上面的心神 可是光安哥也不笨 为什么 因为我知道很多人 没有办法被赋予太多 我知道在我们当中 有很多的人 却没有办法被赋予太多 因为当他们拥有太多的时候 他们对神的专注跟信任度 也会开始瓦解 你知道世界上面的政府 他们可能会用一些的政策 跟方法来告诉我们 到底一个人拥有多少是太多 这世上的政府 他们会试着要来控管我们的收入跟财产 比如说我们现在最常听到有人讲到的 这个奢侈税 他们会希望可以控制 到底这些有钱人 到底这些人 他们可以拥有几个房子 或是拥有多少的这些财产 那所以很多人都在问一个问题 就是有多少是太多了 到底我们有多少是太多了 让我告诉你对一个基督来说 真正的答案是 当你所拥有的取代了对神的信任 当你拥有的多到十 你不再需要信靠神的时候 那就是太多了 我再说一次 当你所拥有的取代对神的信任 当你所拥有的多到 你不再需要信靠神的时候 让我告诉你那就是太多了 对一个人来说可能只要十万 可是对另外一个人来说 就算十亿也不能够改变他对神的信 就算是你给他十亿 也不能够改变他跟随神的心智 你要知道信任感 才是耶稣所担心的 当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讲到祝福 讲到加增 讲到财富的时候 神并不在乎这些外在的东西 让我告诉你 神所在乎的 是我们在精神上 情感上 内心世界的健康跟丰盛 这个才是神真正所在乎的 为什么 因为心圣是跟我们内心的状态有关的 心圣 富足是跟我们内心的状态有关的 而让我告诉你 贫穷也是 我曾听到有一个人说 我从来都没有贫穷过 我又没钱过 可是我从来都没有贫穷过 我觉得这个人讲 真的讲得很有智慧 他说我有可能没钱 但是我从来都没有贫穷过 为什么 因为贫穷是内心的状态 而我们必须要用这样子的眼光 来看待我们的人生 还有神所给我们的应许 而我想要看见的是 我们当中所有的人都进到神 为我们所预备的丰盛的里面 因为当我们拥有更多的资源 我们不但不会在负债的里面 我们不但不会在缺乏的里面 我们拥有更多的资源的时候 可以透过我们的慷慨 服饰跟投资 也就是神国度里面 全然兴盛的一个生活的方式 我们就可以站在一个 能够改变世界历史的位置 因为我相信一件事情 就是神呼召我们 要门徒训练列国 然而我刚刚讲到 若是神的百姓跟教会 没有经历到财务的兴盛的话 我们是不可能门徒训练列国的 我举一个例子 若是我们当中做生意的 没有在财务的上面 经历到兴盛 经历到神的祝福的话 让我告诉你 商业的领域的里面 不会有人想要听我们分享什么 如果你在职场的上面 如果你在任何一个领域的上面 你没有成功的话 别人就不会觉得 想要向你学习什么 这是为什么我们需要蒙福 这是为什么我们需要被祝福 这是为什么我们需要 在这些不同的领域的里面 我们需要兴盛 为什么 因为这是门徒训练职场 或是任何一个领域 非常实际的层面 我们不要讲一些不实际的理论 我们不要讲一些不实际的东西 然后你跟人家讲说 怎么样做生意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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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都不实际的 他们要看的是什么 你的生活 你的见证 到底你有没有经历到 这样神的祝福在你的里面 然后你才有资格去跟他们什么 分享 你到底是怎么经历到的 你的方式是什么 OK 所以能够门徒训练列国 是因为我们经历到 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祝福 神我们经历到 神使我们的财物 能够经历到兴盛 而你一定要知道 亲爱的弟兄姐妹 每一个教导都有可能会有极端 每一个教导都有可能会有极端 而这个是魔鬼努力 想要达到的目的 就是让我们偏到那个什么 偏到极端 我们看看 第一个 如果是魔鬼不能够拦阻我们 透过制造出仿冒品 让我们害怕的碰都不敢碰 这是一个极端 让我们透过制造出这些的仿冒品 让我们很害怕 觉得很可怕 碰都不敢碰 他要拦阻我们 比如说 我举一个例子 透过制造出圣灵工作的仿冒品 让很多的弟兄姐妹 很多的教会 向圣灵 不敢向圣灵敞开 他们觉得向圣灵敞开 是很可怕的事情 然后呢 如果仇敌魔鬼 不能够拦阻我们的话 他就会把我们 推向另外一个极端 就是他会鼓吹 他会要鼓吹我们 到一个夸张的地步 到神根本就没有在说 或是在做的事情 他如果不是拦阻我们 他就是推我们 到一个夸张的地步 然后呢 开始讲跟开始教导 神并没有在说 或是在做的事情 所以你知道吗 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 在财务的上面 我们也看见 有两个极端 第一个极端是什么 就是财务的兴盛 显明我们有多属灵 财务的兴盛 显明我们有多属灵 我们的目标 就是要看到神祝福我们 有钱 有房子 有车子 有资产 特别是那些服侍神的人 财务的丰盛 才是好的见证 我要你听好 我不觉得一定是这样子 而你在新约的当中 也找不到这样子的教导 甚至当我们这样教导的时候 这也把神国度 全然兴盛的概念 贬低到只有物质的层面而已 让我告诉你 不是只有物质的层面 不是只有你有多少钱 你有没有房子 你有没有车子而已 让我告诉你 神国度兴盛 不是只讲到这个部分 所以我很不喜欢 有人这样说 然而我也要告诉你 我同样的 也不喜欢另外一个极端 就是越贫穷越属灵 越贫穷越属灵 越圣洁就越两袖清风 什么都没有 就是哇 圣洁属灵 让我告诉你一件事情 贫穷不是神对你的心意 就像是不被神赦免 也不是神对你的心意 我再讲一次 这个超重要的 贫穷不是神对你的心意 就像是不被神赦免 也不是神对你的心意 意思是说 停留在相信贫穷 你在贫穷的里面 就好像你停留在相信 神不饶恕你是一样的 我再说一次 停留在相信 我就是注定在贫穷的里面 就好像是停留在 你相信神没有饶恕你 不饶恕你是一样的 为什么 因为十字架救赎的大能 跟耶稣基督的保险 一次就解决了三个领域的问题 一次就解决了三个领域的邪恶 第一个是罪 第二个是疾病 第三个是贫穷 十字架的救赎的大能 跟耶稣基督的保险 解决了我们的罪 疾病跟贫穷的问题 耶稣在十字架上 担当了你的贫穷 使你可以成为富足 Amen Amen吗 他担当不只是担当你的罪 他不只是担当了你的疾病 他也担当了你的贫穷 使你可以成为富足 所以我想要看见的是 这一种在教会的里面 贫穷的思想可以被破除 因为这是一个从仇敌来的谎言 但是同时 我也不想要因着财务的富足 营造出一种所谓 骄傲的精英文化 我不想要看见 因着我们在教导这个富足 而营造出在基督徒的里面 有一种骄傲的精英文化 因为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正确的远光 来看待财务的兴盛 是从神那里来的恩宠 要怎么样 要赋予我能力 能够让我去做他要我做的 去服侍那些在我影响力之下的人 正确远远王室 看待财务的兴盛 是从神那里来的恩宠 是神那里来的恩典 为什么 要赋予我能力 能够去做他要我做的 能够多行各样的善事 并且去服侍那些 在我影响力之下的人 你知道 在圣经里面 神透过十八女王 对所罗门王所说的 他说什么 在列王纪上 第十章 第八节到第九节 好吧我们一起来读 这段经文 我们一杯来 属你的人是有福的 你的这些臣仆是有福的 耶和华你的神是应当称颂的 他喜悦你 使你坐在以色列的王位上 因为耶和华永远喜爱以色列 所以立你做王 要你秉行公义 这边说到 他喜悦你 他恩宠你 是因为耶和华永远喜爱以色列 是因为他喜爱以色列的百姓 是因为他超级爱以色列的百姓 所以他才恩宠你 所以他才给你这些的恩典 给你这些的恩膏 给你这些的资源 所以你知道吗 神喜悦恩宠所罗门 是因为神对以色列的爱 意思是说 神所给你的一切 是要为着那些 你所服侍的人效力 神所给你的一切 是要为着那些 你所要服侍的对象来效力 恩宠永远都不是只为你自己 恩宠是为着那些 你所要服侍的人 神所给你的 不是为你自己 是为着那些 神放在你的下面 放在你的周围 让你可以去服侍他们的人 让我告诉你 财务的恩宠更是如此 你必须要对财务的兴盛 有正确的眼光 当今天神把这些的祝福 倾倒在你身上的时候 就好像神把这些的祝福 倾倒在所罗门王的身上 告诉他说 我给你这一切 是因为我喜爱 你所在治理的这些的百姓 我爱他们 所以我这样 我爱他们 所以我这样恩宠你 千万不要认为 这些是我的好棒 我有这些的东西太爽了 No 是为了你所要去服侍的人 所以神 祂要恩宠你 神 祂要祝福你 Amen OK 好不好跟你旁边的说 神所给你的一切 是为了那些 你所要去服侍的人 可以吗 可以记得吗 感谢主 意思是说 如果你真的有很多人 要服侍的话 神要给你更多 你有很多的人 你要去帮助他们的话 神会给你更多 为什么 祂要highly favor你 祂要大大的恩宠你 是因为 你所去服侍的对象 感谢主 OK 我们来看 今天很重要很重要的一段 经文现在讲到我这个 我刚刚是在introduction 现在进入到真正的信息里面了 哥林多后书第九章 第六加第七节 我们刚刚所读到的 这边说 少重的少收 多重的多收 个人要照着心里面 所决定的捐书奉献 不要为难 不要勉强 因为捐得乐意的人 奉献乐意的人 是神所喜爱的 意思是说 不要让任何人 在奉献上面 试着说服你 或是操弄你 为什么 因为奉献 永远是出于你内心 最真实的敬拜 奉献 永远是出于你内心 最真实的敬拜 不要作难 不要勉强 因为心甘喜乐 乐意的奉献的人 是神所喜爱的 第八节 神能将各样的恩惠 多多地加给他们 多多地加给你们 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 多做各样的善事 你知道当我读到 这节经文的时候 我发现 这真的是圣经当中 最丰盛 最肥美的一节经文 肥美 肥美 神能将各样的恩惠 多多的 好肥 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 哇 已经滴出之游来了 多做各样的善事 肥美 丰盛 最丰盛的一段经文 第九节我们来看 如经上所说 他广施 钱财 就是他很慷慨 周济穷人 他的人意 存到永远 这边告诉我们说 你要知道 慷慨是公义的 一种表达方式 当我们要活出 公义的生命的时候 你要知道慷慨 是公义的 一种表达方式 他慷慨 周济穷人 他的人意 他的公义 存到永远 第十一 第十一节 这边讲到说 但那刺种子 给撒种的 又刺食物 也就是面包 给人吃的 神 必定把种子 加倍地攻击你们 也必增添 你们的义果 你们既然 凡事 富裕 就可以慷慨地捐出 使众人 借着我们 对神 伸出感谢的心 再次我们看见 这个地方 必增添你们 仁义的果子 公义的果子 我们再看见 公义的果子 是连接于你 慷慨的生活方式 跟你旁边的说 你要成为一个 慷慨的人 OK 好 接下来我要解释 这段经文 是今天最主要的经文 使徒保罗 在第十节 这个地方 把我们的收入 也就是财务上面的资源 分成两个部分 OK 有可能是你的薪水 有可能是你所 继承的遗产 或是有可能是 你任何的收入 OK 把它分成两个部分 好 在我在讲这个之前的时候 我先跟你分享 光哥是怎么做的 当我拿到一笔钱 不管是薪水 板税 或是奖元费 我会先把十分之一 按着神所吩咐的 分别为圣 奉献到我所在的教会 就是台北领养堂 这一笔十一 跟我的感动 跟负担无关 不受到我的意志 或是选择所影响 因为我很清楚地知道 圣音教导们 这是属神的 这个十一是属神的 不是我的 不管当时 我对教会的想法是怎么样 OK 你知道过去教会一年半 在我家里面一直 在我家旁边 一直在盖的时候 我就很想要告教会 我很不爽教会 但是不管怎么样 每一个月还是要十一 因为跟我对教会的想法 是没有关系的 跟我跟我领袖的关系 也没有关系 为什么 因为神说这十一是怎么样 是分别为圣 是属于神的 OK 是属于神的 好 那接下来呢 这百分之九十 我们再来看要如何地分配跟管理 OK 那这百分之九十呢 就是保罗这个地方教导我们的 他说你的这些资源呢 会分成两个部分 第一个叫做种子 第一个叫种子 种子呢 是为了未来的收割而栽种的 种子是为了未来的收割而栽种的 可是呢 有另外一个部分叫做面包 面包是为了现在我可以去支配 使用跟享受的 面包是我现在 我可以支配 使用跟享受的 所以我们今天就要来谈种子跟面包 我们先来看种子 种子的里面又包含了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 可以慷慨地给予跟奉献出去的那个部分 种子呢 又包括是你可以慷慨地给予 跟奉献出去的那个部分 你要知道 这个还是我们里面最基本 也是最重要的态度 一个给予 一个奉献的态度 神说什么 神说当我们慷慨地给予跟奉献的时候 这都是仁义的果子 是有永恒的奖赏 而光哥希望 这现在对你来说是重要的 当你要奉献 当你要给予的时候 这个现在对你来说是重要的 可是我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有一天 当你到永恒的里面 有一天当你到天上的时候 这将是唯一重要的 对你来说唯一重要 现在我希望 对你来说是重要的 可是我知道有一天 当我们每一个人都进入到永恒的里面 每一个人都去到天上的时候 这个对你来说是唯一重要的 就是你这一生 到底投资了多少到永恒的里面 你这一生你到底做了什么 来创造历史 改变这个世界 这就是为永恒来撒种 这就是积财宝在天上 有一天在天上的时候 这是唯一matter 这是唯一重要的 不是你地上还有多少钱 不是你有什么房子 不是有那些东西都不matter matter是什么 你在这一生的里面 你积了多少财宝在天上 有一天到永恒的里面 就是唯一重要的 唯一重要的 可是当然 我说的是为未来而撒种 这个未来讲到的也不只是永恒而已 我们来看 也是为了你的今生 我举例 如果今天呢 光哥是种玉米的 我要把今年的收成 分成食物跟种子 把今年的收成 分成食物跟种子 这样子我今年 将种子种下去的时候 明年才会有收成 对不对 对不对 我要把我的收成 分成种子 跟我要吃的 然后我要把种子种下去 我明年才会有收成 如果我把我的种子吃掉的话 我就是毁掉我的未来 而保罗就是用这个来教导 慷慨给予的生活方式 你要知道十一跟慷慨没有关系的 当你十一奉献的时候 是因为你很慷慨吗 不是因为那个不是你的 所以十一听好 十一跟慷慨无关 因为是属神的 可是其他的奉献 其他的给予 就是凭着我们的感动跟负担 你可以去帮助穷人 你可以去帮助穷人 当你上个礼拜听到信用歌所分享的 你想要去帮助那些的家庭 都可以这样子 凭着你的感动跟负担 你可以捐款给社会福利的团体 你可以为宣教来奉献 你也可以透过任何 支持任何福音机构 来带出你期待想要看见的改变 这你都可以做 是凭着你的慷慨 凭着你的感动跟负担 而保罗说 当哥林多教会给予的时候 别人会因着我们的慷慨 心中伸出对神的感恩 他说什么 他说使众人 他说你们既然凡事富裕 就可以慷慨地捐输 使众人借着我们对神伸出什么 感恩的心 对神伸出感恩的心 我要你跟我来思想一下 意思是说我们可以透过给予 帮助我们周围的人 他们更靠近神 我们可以透过我们的慷慨 因为你知道吗 这个慷慨会产生一个奇妙的效应 就是当我们在慷慨给予的时候 当我们在给予 当我们在奉献的时候 人们心中对神的爱会被点燃 他们对神的感恩会被点燃起来 你知道 比如张神牧师分享一段经文 是在箴言第二十五篇 第二十二节 他里面讲到了这个 passion translation passion一本 他说你的慷慨会使人的良心 觉醒过来 他说你的慷慨 会使人的良心 觉醒过来 意思是说 慷慨会使你所给予的对象的良心 苏醒过来 我要你去想象一下 对你周围的人慷慨是什么意思 可能是包括那些 当然我们在台湾比较没有这样的习惯 在美国就是有 那些在餐厅里面服务你的服务生 你愿意给他小费 或者是整理你办公室的清洁工 或是你的生意伙伴 或是你的顾客 或是其他的商家 你愿意去尊荣他们 有可能是你送礼物 或是给他们慷慨的小费 或者是给他们一句贴心的鼓励 或是感谢 你知道吗 当你这样子不自私 以不自私尊荣的态度 去对待你身边所有的人的时候 甚至透过财物去祝福他们 透过礼物去祝福他们的时候 圣经上告诉我们说 我们其实是在唤醒神 在创造他们的时候 放在他们里面 神的美善慈爱和慷慨 你知道当你在这样慷慨的给予 慷慨的祝福 慷慨的鼓励的时候 当你这样做的时候 你是在唤醒当神创造他们的时候 不管他们是不是基督徒 你在唤醒神在创造他们的时候 放在他们里面 那个神的美善慈爱跟慷慨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按着神的形象所造的 这样子的 这样的良知 实际上说会因着我们 激进的慷慨而觉醒 我要来给你分享一个故事 在这个蒙福人生的里面 给一位教会的主人牧师 Robert Morris牧师 他分享的这个见证 他说他刚信主的时候 他跟他太太两个人 每个月的收入 大概是每一个月 大概是六百美金 就是他们夫妇两个人 一个月赚的是一万八千块台币 当时他们给自己一个月 可以出去吃一次饭的预算 就是可以一个月出去外面 吃一次饭的这个预算 他印象特别深刻 当他刚觉知完了 第一次外出用餐 他就很想要跟服务他们的 那位女服务生分享耶稣 然后突然有一个意念进来 他说如果我自己这一餐不吃的话 我就可以把这个钱省下来 并且给他多一点的小费 顺便呢 我可以再给他一本福音的小册子 可能他会因为这个小费 而愿意去读这本小册子 甚至可能因此就认识了神 也说不定 于是呢 他们就这样做 师母有点 牧师就没有点 没有点 然后呢 在离开之前呢 还跟他小聊了一下 告诉他神真的很爱他 然后就给了他那个小费 大约过了一个月 他们又回到那间餐厅 去享受一个月一次的大餐 过去了一个月 牧师 Robert牧师就祷告 神在财务上面 可以更多地祝福他们 这样子 他们不仅可以给他另外一本福音的手册子 同时呢 也可以给他更多的小费 神真的很信实地回应了他的祷告 让他们在那个月有多五十块美金 可以跟一本讲救恩的福音小册子 一起送出去 那一天晚上 他们指定同一个服务生来服务他们 他们就点了大概十块美金的餐 并且走的时候 就留了五十块美金的小费 OK 点了十块美金的餐 留了五十块美金的小费 过了一个月之后 他们又回到那家餐厅 当这个女服务生看到他们的时候 就跟他们说 你知道吗 我读了上 你们上次留给我的小册子 牧师夫妇都试着要掩饰 他们兴奋不已的心情 这个服务生 女服务生接着又说 于是呢 我就做了最后面那个接受耶稣的祷告 他们当时简直激动得快爆炸 但是你知道这个女服务生的故事还没有说完 她说然后我还拨了通电话给我的先生 把整本小册子念一遍给她听 最后她也做了那个祷告 就牧师说 哇 真的是太棒了 可是你说 你拨电话给你先生是什么意思呢 你先生在外地工作吗 他就有点不好意思地说 没有 我先生正在坐牢 他还要两到三年才可以出来 我们夫妇 两都想要谢谢你们 留给我们那本小本子 跟一直这么大方地给我们小费 因为自从他被关了之后 家里面的经济 家里面的开销 就一直都蛮紧的 你知道吗 接下来的那几年 牧师 Robert牧师夫妇就开始门徒训练那个女士 也看见她的属灵生命有很大的成长 他们也开始去关怀她在监狱里面的先生 而当她被放出来的时候 她也跟着太太来到教会 两个人就一起收洗了 我们把荣耀归给我们的神 你知道这为什么会发生吗 这一切都是因着牧师慷慨的给予 他们才有可能见证 这一对夫妻的生命 跟他们永恒的命定 所经历到的改变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要你去想象一下 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操练 这种激进的慷慨 不是为了要收买人心 或者是要谄媚别人 而是我们心里面真正的愿意去尊荣 去欣赏 并且看出神美好的设计跟命定 在那些的人身上 如果我们真正愿意去操练 这个激进的慷慨的时候 我们周围会有多少的人 他们里面神所放的东西 会因此而苏醒过来 你一定要知道 这种激进的慷慨 是会塑造文化跟人们的思想 直到人的心 开始充满了属天的价值观 还有充满了对神的感恩 而让我告诉你 这就是转化 透过慷慨 来门徒训练我们所在的环境 跟我们所接触到的每一个人 你可以成为一个慷慨的人 我所讲的不只是钱而已 我所讲的是你对他们的态度 我所讲的是你对他们的尊荣 你可以成为一个慷慨的人 你知道吗 这是我里面最真实的经历 我常常告诉我自己说 你不要心中去评估 或者衡量那个人到底配不配的 他到底配不配的这样子的称赞 他到底配不配的这样子的小费 他到底配不配的这样子的赞美 鼓励跟肯定 你不要去想 他到底配不配的 你只要从一个慷慨的灵里面去做 为什么 因为神也是这样 对我们这么慷慨 神也是给我们丰盛的恩典 所以我们从一个慷慨的灵 去做的时候 我真实地就看见 在我周围那些的人 在我愿意这样去对待这样的那些人 他们里面 神的容美跟创造 开始就被呼召出来 让我告诉你 这真的就是与神一起来同工 因为你要知道 你所服侍 你所跟随的这位神 是一位慷慨的天父 Amen 就是这样操练 慷慨 你知道 所以我们讲到 慷慨的给予跟奉献 然而神也要我们的想法 也要不断地更新而变化 就是种子 不只是讲到的是 你的奉献 你的给予 种子讲到的是 也是有一个部分 是为了投资的那个部分 种子里面也包含了 为了投资的那个部分 因为这个会加增我们的资源 包含了你可以使用 跟享受的面包 还有你可以再杀出去的种子 若是你读到耶稣 讲到主人给仆人 一千两 两千两 跟五千两银子的比喻 这虽然是比喻恩赐跟财干 可是其实你知道吗 耶稣实际说的是一笔钱 一千两 两千两 跟五千两 神按着他所赋予我们的能力 给予我们不同的数字 有些人可能是五千两 有些人可能是两千两 有些人可能是一千两 然后呢让仆人可以管理跟投资 以至于他们可以赚更多的钱 因为神要看到的是加增 而当你读这些故事的时候 读这些比喻的时候 你会发现在这个比喻的当中 唯一被责备跟处罚的 是那个把钱买起来 有一天可以再还给主人的那个仆人 唯一被责备的 就是那个把钱买起来 有一天要还给主人的那一位 为什么 因为他并没有把他所有的拿去投资 来扩张或是带出加增 而仆人我告诉你 这正是我们在神国中 这位王耶稣 他全心渴望在我们身上所看到的 到一个地步你知道 声音上说 以赛亚书第九章第七节 他的政权也就是他的国和平安 必无穷无尽的增加 他的政权也就是他的国 跟他的平安 必无穷无尽的增加 意思是说神永远都是要带我们 进到荣上加荣的境界 神的国是不断地扩展 不断地加征的 而这个是我们身为神的仆人 身为神的儿女 我们需要学的一个功课 好 我很诚实地跟你分享 我以前的想法是什么 光哥以前的想法就是 我的收入该奉献的就奉献 其他的勾用就好 因为我是传道人 所以应该专心服侍神 不要想什么投资理财的事情 我认为有钱没有什么不好 可是呢 这不是我们传道人应该想的 我不要天天在那边想我要有钱 所以这不是我传道人应该想的 我比较是那种 你知道我以前是什么 旷野的心态 就是只要每天在地上 有找到麻辣吃就好了 OK 不要去想什么投资理财 这些东西 不要去想 OK 你知道后来我发现 比如张神牧师 他以前也是一样 他分享他的见证 他说当他很多年前 在Wiverville那个山城牧会的时候 他自己家要买一块地来盖房子 而当时的房地产 做房地产的弟兄呢 就开车 带他去看那些的地 他就看到河边 有一块非常美 然后呢 25公顷的地 在河边 非常美 25公顷的地 可以买来一部分盖自己的房子 其他的可以再转卖给别人 然后呢 这样子就可以付清 所有的贷款 但是当时 Bio Johnson牧师的想法是 牧者不应该去碰任何 跟投资 跟生意有关的事情 他们应该 牧者 身为一个牧师 身为一个传道人 我们应该要完全地信靠神 他认为传道人 也是有马拿吃就好了 所以他后来就选了 一块比较小的地 就是不想要被任何投资 跟生意的事情所污染 可是他说他今天 他的想法改变 我就告诉你真的 我们的心意要更新而变化 没有错 亲爱的弟兄姐妹 在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 我们必须要学习在旷野 什么都没有的时候信靠神 这绝对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成长来说 是必要的训练 在那个季节的当中 我们经历到马拿的供应 我们也看见神透过那个 修剪我们的生命跟品格 了解我们活着的目的跟意义到底是什么 而神也在预备我们要进入到应许之地的那个丰盛跟富足 因为神并没有要将他的百姓留在旷野的里面 只是依靠神每一天来供应他们的需要 神是要把他们最终带到应许之地 使我们的工作被赋予超赞的能力 而旷野跟应许之地最大不同的地方在于 在旷野的神迹是为了来维持他们 然而在应许之地的神迹是要来扩张跟提升他们 我再说一次 旷野跟应许之地最大的不同是 旷野的神迹是要来维持他们 让他们可以活下去 可是应许之地的神迹是为了要来扩张提升他们 而你要知道神国度的属性就是不断地扩张 不断地荣上加荣 意思是说神要祝福你的工作 神也会祝福你的投资理财 这个部分也是相当重要的 OK 这是什么 这是种子的概念 种子的概念 OK 好 现在光哥种子讲完了 接下来我们来谈第二个叫面包 面包 我们刚刚讲到面包是为了现在我们可以支配 使用跟享受的 面包是我们可以支配 使用跟享受的 我们一起来读一段经文 在题目太前书第六章十七节 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不好 一杯 来 你要属富那些今世富有的人 叫他们不要心高气傲 也不要寄望在浮动的财富上 却要仰望那厚次百物给我们享用的神 却要仰望那厚次百物给我们怎么样 给我们什么 给我们什么 给我们享用的神 OK 你知道在这个经历全然兴盛的旅程当中 我发现神在震动我里面 对财物的价值观 也就是关于到底什么是可能的 什么是合适 是合宜的 这段经文说 神是那位后次百物给我们享用的神 我要跟你分享的是光哥的旅程 是当我开始更多的领受天赋的爱的启示的时候 我真的发现他是一位超棒的父亲 他是一个超棒的爸爸 如果在十年前光哥跟你分享 他是那位完美的父亲的时候 我要老实诚实地跟你说 那都是一些理论 我知道他是一位完美的父亲 我知道他是那位良善的爸爸 可是我要告诉你 十年前我跟你分享的时候 只是理论而已 但是最近几年 我开始经历到神真的超棒 他是超级慈爱又慷慨的爸爸 而在这些经历的当中 神就开始改变我怎么样看他的眼光 我发现什么 我就发现神从来都没有贬低金钱的价值 他没有说金钱是万物之根 他说什么 他说在题目太前书第六当第十节 他说贪财是万物之根 他没有说金钱是万物之根 他说贪财是万物之根 贪财是什么 就是那些将他们的信心 是放在钱财跟资源上面 而不是神身上的人 你要知道任何的时候 神祝福我们 若是在神国的心态之下面 若是在神国的思想的上面 你就知道我们之前有讲到 耶稣有完全的主权 他的国 耶稣有完全的主权 而你的顺服会带出神的奖赏 而这个祝福跟奖赏 只会强化你与主同行的心智 意思是说如果你的思想 你的思考模式 你的心思意念 是在神国度的心思意念的上面 知道耶稣在你的身边当中 在你的财务上面 他有完全的主权 而当神祝福你的时候 他会强化你跟神同行的心智 他也会让你跟神更亲近 更靠近 但是当你没有在耶稣 有完全的主权 的这样子的心态 而是在别的动机的下面 去进到丰盛跟家贞的时候 结果就是什么 结果就是你不会有能够 让你保持在感恩里面的恩典 你还是可以用别的方式 不是用神国的思想 不是用神国的模式 进到这些的丰盛跟家贞的里面 财富的里面 可是结果就是你不会有能够 让你保持在一个感恩的心里面的 这个恩典 为什么 因为你会开始认为 这些都是你自己赚取的 这些都是我赚的 是我的努力去得到的 然后你会发现 这样子的丰盛家贞跟祝福 也不会强化你对神的信靠跟关系 而你会发现 你开始将焦点转向那些的资源跟祝福 记不记得之前光哥跟你说 神在真言书那个地方告诉我们说 神说你们不要追求金钱 你们要追求的是智慧 不要追求金钱 你们要追求的是财 不要追求财富 你们要追求的是智慧 OK 好 那我就开始追求智慧 可是你发现当你追求智慧的时候 结果就是你会得到财富 你会得到神的祝福 你会得到财富 所以现在你就有一个选择 你是要将你的焦点 持续地保持在神的身上 还是要将你的焦点转向财富 你知道多少人当神开始祝福他们的时候 他们的焦点已经不是在神的身上 他们想法是什么 他们想法是我要怎么样留住 保住我的车子 保住我的房子 跟保住我高薪的工作 如果当神祝福你的时候 你的焦点开始转移的话 结果在你成熟 生命成熟的这个旅程的里面 你就会开始走偏 而你最终没有办法得到神信任 神没有办法信任你 所以在这个旅程的当中 我们要学习 分辨什么是神给你的种子 什么是神给你的面包 你不要被这些东西 转移了你的注意力 你要去学习 看出什么是神给你的种子 什么是神给你的面包 所以我们现在讲到面包 对不对 我们大家可能在特会的里面 天国文化特会里面 都听到比尔江的牧师 他会分享 他在他的生日的时候 他不是接受人的礼物 他是会送礼物给他的家人的 你有听过吗 在天国文化特会里面 他每一次都分享 然后我们每次都想说 我好想做你的家人 他就是在生日的时候 他会送礼物给他的家人 他的妻子 他的孩子 他的每一个 孙子 孙女 他的媳妇 他会送给他们每一个家人礼物 在他生日的时候 然后他说 我很高兴 因为现在我的生日 跟圣诞节是相等的 我的生日对他们来讲 所以他们会在 就是比尔江的牧师 生日的时候 他们的孙子就会讨论说 这次在他生日的时候 你知道他会送我们什么吗 就是他们很兴奋 他说 我的地位 已经跟圣诞节的地位 差不多了 比尔江的牧师说 他说 我会在这一整年的当中 去留意 我的孩子 我的太太 我的孙子 孙女 他们喜欢跟热衷的是什么 然后在生日的时候 我会把这个礼物送给他们 是他们真的很喜欢 他们真的在 这一年当中很热衷的 所以我做一个比喻 假设 假设 他知道他的女儿 很爱照相 他就送了一个 他女儿一直很想要买的 那个镜头 很贵的那个镜头 可是呢 过了一阵子 有一天他看到他女儿在照相 他就问他女儿说 我送你的镜头用得怎么样 他女儿回答他说 哦 我把他送给别人了 请问你觉得 比尔江的牧师会高兴吗 你觉得他会高兴吗 不会 为什么 因为 比尔牧师送他的 不是种子 而是面包 你可以开始明白我的意思了吗 神有给你生命当中的 有些是种子 有些是面包 当你把面包撒种下去的时候 有没有任何的意义 没有 为什么 面包是要给你吃的 是要给你享受的 面包跟种子 你知道有些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学习享受 神所供应你的 你知道吗 我发现在圣经的当中 有讲到三种十一 哇 这个 真的是让我大开眼界 三种十一 第一种是我们所熟悉的 就是那个我讲到那个十一 叫分别出来归给神的 第二种十一呢 就是圣经里面讲到 是我可能用来帮助那些 有需要的人 或是奉献给有负担的事工 或是机构 这个刚刚我们也讲到 慷慨给予的奉献 可是有第三种十一 是在哪里 是在生命纪第十四章 二十三到二十六节 讲到有第三种十一 我们一起来读这段十一 OK 这第三种十一不是说 我前面的都不用做 我要做这个 你不要误会光哥的意思 这第三种十一也是 第一个讲到的是十一 分别为圣 第二个讲到的是 你可以奉献 你可以评论自己的感动 要怎么样去给予 要怎么样慷慨地给予 第三个十一 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 好不好 我们一起来读 预备 来 又要把你的五骨 新酒和新油的十分之一 以及你牛群羊群中投身的 在耶和华你的神面前吃 就是在他选择 做他名的居所的地方吃 好使你可以学习 常常敬畏耶和华你的神 耶和华你的神 赐福于你的时候 耶和华你的神选择 要立为他名的地方 如果离你太远 那路又太长 使你不能够把公墓 带到那里去 你就可以换成银子 把银子拿在手里 到耶和华你的神 选择的地方去 你可以用这银子 随意买牛羊 清酒和烈酒 你心想要的都可以买 在那里 你和你的家人 都要在耶和华你的神 面前吃喝欢乐 你有没有看见 这个地方讲到的 另外一种心 他说这个十分之一 不是拿来献祭的 这个十分之一呢 是要在天父的面前 跟你的家人 一起来享受 跟庆贺神 为这个家里面 所供应的一切 所以呢 这个圣洁的饗宴 这个Holy Party 在神的面前 声音上说 这个也是现实意 为什么 因为这会让整个家庭 进到一个尊荣神 是那位良善 供应 跟慷慨祝福的天父 然后神说什么 这也是我悦纳的 不只是当你 在献十一给神 或是当你去奉献 帮助别人 而是当你整个Family 一起把这十分之一出来 然后在神的面前 在神的面前享受 在神的面前享用的时候 你会记得 神是供应你 这个家庭的神 神说这个 也是十一 当你享受 神所给你的时候 那个天父的心 也被怎么样 也得到满足 天父的心 也得到满足 所以你知道吗 亲爱的弟兄姐妹 神呼召我们 不只是要维持我们 让我们活下去而已 不是神呼召我们 不是让我们留在旷野 你知道我很喜欢 一个牧师说的 他说神不是 孤儿院的院长 每一天 make sure 你三餐温饱就好了 你知道有多少人 我们把神当的是 孤儿院的院长 我们有吃就好了 其他的东西 我们够了 神不是孤儿院的院长 有多少人知道 神不是孤儿院的院长 神是那位良善的什么 天父 是那位良善的天父 所以神 不是只要我们 维持活下去 在旷野的里面 神更是要扩张 提升我们 神要我们 进入到什么 应许之地的里面 然而你知道 要成就这个 当然我们要求神 赐下更大的恩膏 我们需要 对属天启示的洞察力 就是像我们在教导 这些有关 新生财物的教导 我们需要更多 对这些的属天启示的认识 我们也要有更大的胆量 来追求 神要我们追求的 然而呢 另外一个部分 我们也需要 要怎么样 进入到应许之地 我们也需要更多的资源 我们需要神更多的祝福 在财务的上面 来祝福我们的生命 你知道光哥想要看到的是 我们每一个家庭当中 不只是有固定的薪水而已 每一个家庭的里面 更会有不同管道的收入 不只是你的薪资而已 每一个家庭 会有不同管道的收入 但是要看见这件事情发生 我们不只是要 食衣跟奉献 这是我们过去所教导 也是最基本的 我们还要把我们的才干 跟资源 做有智慧的投资跟管理 然而这个部分 却是教会很少教的 很少在教的 不只是要奉献 不只是要食衣 你要运用神所给你的智慧 财干 做有智慧 你的资源 做有智慧的投资跟管理 因为神要祝福你的家 神要祝福你的财物 亲爱的弟兄姐妹 多少的开始都没有关系 真的 多少的开始都没有关系 你就是要有计划 并且持续地去投资跟管理 因为你会发现 神可以透过那个来供应 你想要做的 我要跟你分享一个 很重要的真理 真理就是你学到 一个属神的原则 然而你却没有操练的地方 没有给神运行的空间 那个原则就跟你 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再说一次 你在这个地方 你听到光哥跟你分享 一个属神的原则 在小组的里面 在装备课程的里面 你听到一个属神的原则 可是你却没有操练的地方 你没有给神运行的空间 那个原则就跟你 一点关系都没有 譬如说我举个例子 你说光哥我想要支持 A job of Jesus宣教 可是你现在的收入 并没有办法支持你 这样做的时候 而当你开始祷告的时候 你会发现 神才会开始加增给你 因为祂知道 你要做这件事情 在神的心意的里面 你就会发现神 祂就会开始加增给你 使你有种子可以去撒 这是神的心意 为什么 因为神告诉我们说 祂就是那位赐种 给撒种的那位神 Amen 那你说光哥 神会供应我多少呢 让我告诉你 神会供应你多少 是根据你想要 撒多少的种子 神会供应你多少 是根据你想要 撒多少的种子 你先想好 预备好自己 要撒多少的种子 以赛亚书第54章 第二节到第三节 那个地方说 扩张你账目的地方 伸展你居住的慢子 不要限制 要拉长你的绳索 兼顾你的绝子 因为你要向南向北扩展 那句圣经的意思是说什么 说当你拉长 那个绳索的时候 神就让你扩张 当你拉长 那个绳索的时候 神就让你扩张 当你不限制的时候 神就可以祝福你 扩张你的境界 意思是说 当你预备好婴儿房 神就给你孩子 OK 当你预备好那个空间 神就给你 你所渴望的 拉长那个长子 重点是什么 重点是 主动为神预备空间 神就可以运行工作 主动为神预备空间 在财务的上面 主动为神预备空间 神就可以运行工作 你知道我从 比喻江城牧师学到了 我就开始做一个操练 开始做一个实验 我要为神预备一个 可以增加我收入的管道 预备一个可以增加 加征我收入的管道 OK 因为我相信神 是那个供应种子 跟面包的爸爸 我相信神是那位 供应我种子 刚刚我可以撒种 跟投资 还有呢 供应我可以享受 使我喜悦的面 给供应给我面包的 那个爸爸 所以我就祷告 神就对我说 祂说 我要你将你收入的一个项目 你要知道光光哥 有不同收入的来源 OK 最重要的是 我是台北林洋堂的牧者 所以我的薪水 是从台北林洋堂来的 可是呢 光哥有些时候出去讲道 或者是我翻译诗歌等等 还有或者是创作等等 或者是写教材等等的东西 我会拿到板税 所以呢 神就告诉我说 你这个不同的收入的 这些地方的时候呢 我要你做一件事情 我要你把这个 这个收入 给光光哥不告诉你是什么 OK 这个 这个款项 我要把你这个收入 这个收入 设定成 我可以吹气 来祝福你收入的管道 把这个 因为其他的东西 其他的东西 有很多东西 比如我的薪水不会改变 这个东西 他说 我要你设定这个东西 设定成 我可以吹气 来祝福你收入的管道 然后你知道吗 当我开始做这个实验的时候 神让我清楚地看到 天父的爸爸 到底有多信实 有多慷慨 你知道吗 后来发现 神从来都不是不想要给我 或是想要我 把所有的东西都奉献出去 神是非常想要来 祝福我跟我的家 让我可以更多地撒种 跟更多地享受这些资源 而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也可以操练这样做 开始为神预备空间 如果神真的要祝福你的话 你绝对可以看得到 很多的人就是没有预留空间 没有预备这个空间 神要吹气都不知道要吹到哪里 可是如果当你愿意这样做 当你的生命当中预备一个空间 那个空间是神 你可以向这个空间 你可以向这个地方 向这个收入 向这个我所得到的 来吹气的话 很多在我们当中的人 你会惊叹 因为神真的是要祝福你 跟你的家 祂要给你更多的面包 跟更多的种子 Amen 好 我们从周围上站起来 最后我要跟你分享 我请金卖团上来的时候 我要跟你分享我的见证 你都站起来 你知道光哥以前有一个 常常在我里面有一个念头 有一个想法 就是只要传到人投资理财 一定亏 因为我们是分别为胜出来的 所以我们最好不要去碰那些东西 从我看到过去 我家人 我亲戚朋友的一些经历 跟呢 我看到一些过去一些的 传到人的经历 我就里面就有一直 常常有这个想法 有这个念头 只要我去碰投资理财 一定死 一定亏 一定死 可是我要告诉你 现在我改变了 我现在呢 每一个月 都会分别一部分出来 当然 光哥真的 比较没有这方面的头脑 所以我就会请别人帮我 帮我跟喜恩 帮我们来投资管理 然后你知道吗 当我开始这样做的时候 不是因为我想要赚很多的钱 或什么样子 而是我知道神 当你祝福我的生命 我会有更多的种子 跟更多的面包 我就看见 真的当我愿意这样做的时候 神在自己人当中 祂就祝福 祂就加增 我跟喜恩的产业 第二个事情 我跟你分享 你知道光哥是一个 很喜欢钓鱼的人 非常喜欢钓鱼 周牧师常常跟我说 去钓鱼要花钱 好浪费 他很不屑我去钓鱼 他很不喜欢我去钓鱼 但是你知道那个东西 是我的心灵粮食吗 那个东西是我的 我的soul food 是我的心灵粮食 你知道 有一次那个Bob Johnson 牧师就是 Bill Johnson的弟弟 来的时候 他就跟我 他知道我很喜欢钓鱼 他就跟我分享 他说 他每一个月会跟他的哥哥 吃一次饭 因为他哥也常常在外面 Bill Johnson牧师也常常在外面服饰 他说我每一个月都会跟我的哥哥 吃一次饭 然后在吃饭的时候 我们就会聊天 他说我上一次跟他吃饭的时候 神特别给我感动 要我跟他说 神在跟他讲 神就跟他 神就透过Bob跟他的哥哥Bill讲说 他说你常常在教会的里面讲 Longevity 就是服侍神要长长久久 服侍神不是只是一下子 然后你讲到Longevity 你讲到 你讲到要服侍长久久 你讲到健康 怎么样子 这些东西 你讲到这个 然后神要我告诉你说 神说你能够活得久的关键 是你要去钓鱼 他说当你在钓鱼的时候 你在这大自然的里面 你的心里面会平静 然后你可以享受 我所创造的这个大自然 然后我就很想要讲给我爸爸听 因为我跟你讲 神真的是很好的 神 我不是意思 不要误会我的意思 你不要说周牧师不是好爸爸 周牧师他有他的观念 或什么也是很节俭的 但是我的意思是说 真的神是 很慷慨的那个爸爸 然后呢 我记得我们上次去参访的时候 我也跟那个 Kevin Damman 就是写那个 《终植寻宝猎人》的那个牧师 分享 他说 你知道吗 神让我告诉你说 钓鱼对你来说 就是你的敬拜 我说 我说 哇哦 神说当你去钓鱼的时候 他很开心 他看见你享受他所创造的这一切 OK 好 所以呢 所以呢 所以 然后我爸爸 可是我爸爸都跟我讲 不要浪费钱 不要浪费钱 不要去钓鱼 当我听到这些东西的时候 我就说 神好 我要create 我收入里面有一个项目 是用来钓鱼的 就其他的都要奉献 什么那些东西 要做别的这些 但是我有一个收入 我是要用来钓鱼的 葵葵这个收入要钓鱼的 你知道吗 我觉得天父最祝福的 就是这个收入 因为有多少人你知道 真的天父爸爸 是要你享受 他说他是后自百物 给我们享受的一位神 第三个 我以前认为 我没有资格骑新的摩托车 我没有资格骑新的摩托车 因为呢 我唯一这一生 买的一台新的摩托车 才买两个礼拜就被偷 所以我所有的摩托车 都是周牧师骑完给我的 不然就是 都是旧的 很旧的 可能都已经 maybe几千 或是一万公里以上的 我都是骑旧的摩托车 然后 我唯一买了一台新的摩托车 两个礼拜就被偷走 然后我还锁很多 没有办法 他直接整台就搬上去 车里面就完全看不到 你锁多少的锁都没有用 所以你知道我一直 我一直有一个想法就是 我没有资格骑新的摩托车 我没有资格 因为都会被偷 都是浪费钱 所以我还是乖乖的 骑我的旧的摩托车 有旧的摩托车就很好 可是你知道我常常会 上网去看摩托车 我常常会 想说如果有新的摩托车 该有多好 然后呢 你知道我常常会上网去看 黄色的摩托车 你知道光哥很喜欢黄色吗 我们设计很多东西都黄色 因为他们A shop 我自己知道 我很喜欢 就是 黄色 The color of yellow 不是黄色色情 是黄色 好不好 所以你知道我上网的时候 我就去看 哪一个有粗黄色的摩托车 有漆黄色的摩托车 我心里想 每次在想出 就在梦想 有一台黄色的摩托车 该有多好 可是我每一次想到 光哥不是没有钱 可以买 可是我想到 每一次我买了 就会被偷 我就一直打消这个念头 我就打消这个念头 然后呢 所以一直到现在 我都跟喜恩一起骑一台摩托车 就是一个小菊 小菊 一台小菊的摩托车 因为我把我的送给别人 因为我想说 我们两个其实只需要一台而已 我就把 我们就一起骑一台摩托车 你知道当我在预备这篇信息的时候 两天前 我们在财艺品格林 那是礼拜四的早上 有一个长辈 传了一个简讯给我 他说 光光 你要不要一台摩托车 我说 好啊 好啊 然后接着 他就把照片传过来 你看一下照片 我一看到 我就说 天赋爸爸 你真的是 你真的是知道我心里面在想的时候 你知道这部摩托车是什么 这部摩托车 是他们抽奖摸彩摸到的 可是他们不骑摩托车 所以他就问我说 我要不要这台摩托车 我说 你知道吗 上个礼拜是只能哥的生日 不是我的生日 没有任何的生日 没有什么特别的节日 没有 神只说 当你要讲这篇性质的时候 我要你告诉他们 我有多爱他们 我是那位慷慨的爸爸 赐种给撒种的 赐粮给人吃的那位神 他是那位后赐 白物给我们享受的神 亲爱的弟兄姐妹 只要我们的心 不是被这些 可以把它放掉了 可以把它拿掉 只要我们的心 是定睛在神的身上 神说你先求我的果跟我的义 这些东西 我都要加给你们 Amen 我们再次把荣耀归给我们的神 好不好 Hallelujah Hallelujah OK 今天聚会结束的时候 我们不要唱歌好了 因为好累 没有啊 我刚刚前面已经唱了一个半小时的歌 感谢主 在带那个慶如炉 我里面有个感动 好不好 我们可以两个两个人一起祷告 可以吗 彼此的祝福 我要你祷告什么 我要你祷告的是 神 我相信你是赐给我们种子 让我们可以撒种的 你也是赐给我们粮食 让我们可以享用的 我跟你讲 这位天父爸爸 他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慷慨 如果在 甚至如果在你的里面 你曾经感觉到 你在缺乏的里面 或者是你在负债的当中 或是你有任何的在这里面的时候 我相信 从现在开始 从这一天你听到 神的话也开始 你要进入到这个神所 为你预备的 这个丰盛 财务的丰盛的里面 资源的丰盛的里面 为什么 因为神恩宠你 是为了要让你去服侍你周围的人 Amen 所以好不好 各位最后我们找两个两个人 找两个两个人 我们彼此跟你旁边的人 可不可以 就找两个两个人 跟你彼此 一个人祷告 为另外一个人祝福 然后再换另外一个人 为另外一个人祝福 我们真的相信 神是赐种给撒种的 是赐粮给人吃的神 他要使我们享受 在一切所有丰盛的供应的里面 因为神恩宠他的儿女 是为着让我们去服侍 我们周围的人 耶稣谢谢你 赞美你 Hallelujah Hallelujah 好 我们彼此祝福 每一个人都来彼此祝福 来祷告可以吗 你旁边的人需要你的祝福 需要你的祷告 让他们可以有一个正确的 在财务上面的一个价值观 一个属天的启示跟价值观 你去神预备我们 要尽到应时之地 因为祂要祝福 祂要尽到应时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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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祂要尽到应时之地